網際安全技術商《塞門鐵黑》公布的一項最新研究報告 指出一個疑似中共黑客組織跳膝 是最近攻擊外國政府網絡活動的幕後黑手 研究人員表示 這個黑客組織也被稱為APT-15和NICOLS 主要針對美洲的外交部門發起攻擊 也曾對政府財政部門 同一個中美洲及南美洲銷售產品的公司發起攻擊 不過塞門鐵黑也沒有具體指出是哪一個政府部門被攻擊 塞門鐵黑指跳膝黑客組織利用一個新的技術 以一個安全機制進入電腦系統後發起攻擊 報告又指跳膝黑客組織至少從2004年開始運作 近年來主要集中對政府組織、外交機構和非政府目標的攻擊 目的是進行情報收集等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代表暫時沒有對有關報告作出回應 2021年12月微軟公司獲得一項法院命令 允許該公司查封據悉是跳膝黑客組織用於攻擊美國和其他28個國家的組織網站 去年網絡安全公司Lookout指跳膝黑客組織與針對維吾爾語網站及社交媒體的黑客活動有關 微軟將跳膝黑客組織描述為一個位於大陸的黑客組織 網絡安全公司Mandian也指跳膝黑客組織可能與中共有關